我们穷不是因为我们懒 而是因为我们挣的钱太干净 现在明星都一来一去的 而我每天还在喂早餐 要不要多放一个鸡蛋而纠结 现在我的人生价值观说出来 我自己都不信 除了用意做单位的 其他东西没兴趣 大名鼎鼎的酒窝美女张婷 和她的丈夫林瑞扬实况公司达尔薇 涉嫌利用网络从事传销活动 并利用金融机构转移 或隐匿传销资金贝利案调查 冻结资金高达6亿 网友们的第一反应都是早就该查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熟悉的家人们都知道 他们两口子从2013年起开始销售护肤品 开TST 那真是火爆朋友圈啊 以至于有了中国第一微商的名号 但那会儿就已经有人反应用了 他们家的产品烂脸 产品是三无产品等传闻 还有那种一级一级发展下线的经营模式 早就被传涉嫌网络传销 但是现在还是查处阶段 不能忘下定论 一切要以官方通报为准 这两口子生意做得很大很高调 但是奉劝家人们要清醒 微商也好 传销也罢 都是金字塔顶端的人赚钱 中端底端的只能成为贝哥的韭菜 直播间也是满满的套路 化妆品利润大的都是10倍以上的 张婷在17个一别墅里面哭诉自己 不容易很辛苦 一年365天 待孩子没时间看孩子 有人对了几句 立刻被粉丝水军 把人家小店给整没了 都是两个孩子的妈了 做事就不能稳重一点吗 又不差钱 干嘛做违法的事情呢 还有的网友表示 再怎么样 张婷捐款也挺多的 我觉得就算是捐款再多 也不能违法犯罪 何况有些慈善只是幌子 捞钱才是真的 有些事当时做看不到代价 可是代价早晚会来 走得正才能立得住 心不能太黑了 14块卖399 还是优惠价给到家人们的 这对夫妻多有良心 把粉丝当提款机 难怪几十亿买上海整栋房子 都一点没压力 多亏了粉丝支持呀 感谢粉丝的信任 还是桃红跑得快 几个月前退出了 他应该发现了不对 所以撤退了 退出是正确的 跑得快聪明 该来的迟早会来的 他们的钱也挣到了 很多网友表示 已经关注张婷很久了 这一天终于来了 说句不好听的 现在做生意的说好听 是做生意 说句不好听的 哪个不是传销啊 被骗的对象大多是宝妈 任何人都不要存侥幸心理 不要触碰法律红线 正面善行 举头三尺有神明 善恶到头终有报 担心好事莫问前程 今年马上过完 瓜又多又大 网友表示惊掉下巴 张婷这么大个公司才6亿 威亚交个税就是13亿 而我早上吃个肉包 他要卖三块钱一个 我还觉得太贵了 哎 说到底还是要本本分分做事 不干净的钱千万别碰